美国特使施压奏效 激进组织同意放200人离境 波特兰市长说警方对骚乱放手不管不是正确策略 拜登要求11名前朝官员自行请辞或解雇 这引发了多名官员的反击 抵制北京冬奥会 200多个人权团体集体致信美国媒体 火眼网络公司报告 中共煽动网络平台反美 挑唆亚裔美国人上街抗议 美国10月份可能会达到债务上限 财政部部长警告国会要行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关注希望之声TV北北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 告诉路透社 塔利班临时政权已经同意让滞留在当地的200多名美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搭乘包机 预计这些人将会在当天晚些时候从喀布尔离境 路透社的报道说 塔利班是在美国的阿富汗问题特使哈里扎德的施压和敦促下 同意放行这些人的 此前有报道说 塔利班武装分子阻止马扎里沙里夫那里的几百人乘坐包机离开 这位美国官员无法确认这些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民是否属于在马扎里沙里夫滞留数日的那些人 对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9月7日辩解说 塔利班不允许包机离开 是因为一些人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 不过 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认为 这不过是塔利班的借口 他们对被困的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的处境深感忧虑 并批评拜登政府除了相信塔利班的善意而没有其他的计划 就在昨天 包括美 欧 日在内的22国外长召开了特别在线会议 确认各国将会展开紧密合作 为想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援助 中俄两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布林肯在会议上发出警告 要求塔利班信守承诺 允许人们离开阿富汗 否则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日子将遥不可及 据美联社的报道 阿富汗多达80%的经费预算是来自国际社会的 面对阿富汗经济危机的快速恶化 塔利班几乎无法承受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 另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9月8日的报道 一位塔利班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 阿富汗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将会定在9月11日举行 而这个日子也恰逢是美国911事件20周年 在拜登政府因为阿富汗撤军在美国国内饱受争议之际 塔利班选择这个敏感日期成立新政府 暗示了什么 这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9月8日 俄罗港州波特兰市市长惠勒承认 8月22日在波特兰发生的一群抗议者的冲突当中 波特兰市警察采用了放手的做法 这不是正确的策略 据美联社的报道 市长惠勒在波特兰市议会会议上表示 根据公众和媒体的回应 在8月22日波特兰的暴力冲突当中 警方采取放手不干预的策略 这是不正确的 他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楼头社报道说 8月22日 政治右翼与左派团体从本来的示威活动演变为最后的暴力冲突 至少有一人因为向示威群众使用武力而遭到逮捕 交火过程无人受伤 在8月22日的示威活动前 市政府官员事先警告公众 警察不会干预双方的抗议活动 因为他们认为警察的存在会加剧事态的紧张程度 在事后 波特兰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 冲突发生的时候 当局从空中监控了一切 市长辉勒当时也声称 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通过战略规划和监督 波特兰警察局和我减轻了两个团体示威活动之间的对抗 并把这个事件对波特兰人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不过 有其他立法者和民众却持有不同的反应 一位州立法者表示 在冲突中 让警察不要干预政治左翼和右翼人群的冲突 这是不对的 当地民众也说到 当他们看到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的骚乱者 有些人还手拿着棒球棍和其他武器相互对峙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恐惧和被政府抛弃的感觉 这些公众表示要让惠勒承认 警方放手不干预的策略是不正确的 而惠勒解释说 由于过去的骚乱 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才使我们尝试用新的方法去解决这类问题 我们仍在努力寻找处理暴乱的正确方法 在压倒性的警力和克制的执法之间 寻找一种解决方案 据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要求 川普总统任命的军事学院顾问委员会的11名官员 自行请辞或者被解雇 这个举动引发了多名官员的痛斥 有消息人士指出 这些官员包括前白宫发言人史派瑟 川普资深顾问康威和美国前国安顾问迈马斯特等人 他们三个人分别被任命为海军学院 空军学院和西点军校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9月8日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否认这一举措是出于政治动机 普萨基说 总统要求的资格不是你的党派注册 而是你是否有能力胜任 以及是否与本届政府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被要求解雇的川普前高级顾问 空军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康威表示 自己不会辞职 他担忧拜登将美国著名学校政治化 他斥责拜登打破了总统的规范 是小题大做和政治性的 康威认为 拜登这个举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关注 包括近期拜登暴跌的民调数字 大流行病案例的增加 通货膨胀 令人沮丧的就业报告 南部边境毒品泛滥 以及拜登在阿富汗混乱的撤军方式等等 其他被要求辞职的官员还包括前白宫与司法部联络人斯特鲁普 空军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韦恩 西点军校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退役将军基恩等人 被要求解雇的还有西点军校董事会成员退休将军莫布斯 莫布斯说 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不合情理的 而且并非完全符合本届政府承诺的执政精神 拜登的竞选活动承诺了所谓的团结 但他的行为直接说明了相反的情况 显然团结只适于那些顺从的人 莫布斯还提到 当自己加入川普政府委员会的时候 也有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成员留任 他们并没有被要求离职 而是与川普任命的人一起工作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9月8日发布报告警告说 曾经在2019年 在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信息 诋毁香港民主运动的亲中共网络运动 目前至少用7种语言 在数十个社交媒体平台 网站 还有在线论坛上 企图将大流行病的起源甩锅给美国 并动员美国人去抗议 这份报告指出 从语言和平台上来看 这些亲共网络行动的范围比之前观察到的要广泛得多 很多报道显示 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 都出现了英文和中文的宣传活动 而现在这种亲共活动已经出现在30个社交媒体平台 和40多个其他网站和在线论坛上 并使用了多种语言 比如包括俄语 德语 西班牙语 韩语和日语 报告中写道 这些观察表明这些活动背后参议者 已经明显扩大了他们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并试图在更多的平台上建立影响力 为的是接触到各种全球受众 报告中还指出 网络安全专家们 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网站和在线论坛上观察到 这些可疑的账户之间有一种协调行动 这些账户会发布类似的信息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相同的信息 并参与了对信息的内容 图像和视频的协调共享 评论还有点赞 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发现 这些可疑账户还试图动员美国民众进行抗议 比如2021年的4月份 成千上万的帖子以英文 日文和韩文等语言 发布图像和视频 通过多个平台传播出来 网络安全专家认为 这些账户是亲中共网络更广泛活动的一部分 他们发布呼吁亚裔美国人抗议美国的种族不公平 并呼吁亚裔美国人在4月24日 在纽约市抗议反击严利孟等人有关大流行病的说法 网络安全专家们还说到 这些亲共账户直接在网络上敦促人们上街抗议 这和以前的行动相比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表明他们现在有明确的意图 也就是在国外动员人们举行抗议活动 鉴于中共侵犯中国民众人权的恶行 200多个人权组织在9月7日 联名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以及其他大型广播公司发出了公开信 呼吁他们取消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赛事的播放和报道 一个由200多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信发送给美国传媒集团NBC环球首席执行官谢尔 和其他拥有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转播权的国际广播公司的主管 据取得这封公开信的美联社报道说 多个代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人权团体 包括维吾尔人 藏人和香港人在信中说 你们所有公司都面临成为中共帮凶的高度风险 协助中共利用体育洗刷严重并且持续恶化的侵犬行为 这会让中共当局更加的肆无忌惮 你们转播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 就是让侵犬行为合法化 并且也是为被普遍视为种族灭绝做宣传 NBC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作伙伴 他们以77.5亿美元竞标了未来六届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 NBC为独家转播奥运会支付的权利金 据说已经占闹了国际奥委会全部收入的四成 人权团体希望应该立即关注北京冬季奥运会 以及国际奥委会 不过国际奥委会一再表示 奥运会只是一个体育组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甚至不愿意谈论 或者是谴责维吾尔人或者是中国其他人权 所受到迫害的情况 国际奥委会不仅面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 而且其他15个最大的赞助商也面临压力 连一些运动员都公开表示他们非常为难 中共外交部多次抨击任何抵制2022年奥运会的企图 是体育政治化的图谋 北京也一再否认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9月8日警告 除非国会提高债务上限 否则美国财政部下个月将会面临资金耗尽的风险 联邦政府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 叶伦在写给国会领导人的信中提到 尽管他无法提供具体的日期 但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 最可能的结果是 他在10月份将无法维持政府资金 据非盈利公共政策组织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表示 美国债务上限在2019年的8月份达到了22万亿美元 是联邦政府借款上限的法定限额 此前川普总统曾签署了财政预算协议 将冻结债务上限延长到了2021年的7月底 几个月来 耶伦一直在警告国会 应该在7月底之前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 耶伦在信中写道 等到最后一刻才暂停或者提高债务限额 会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并且增加纳税人的短期借贷成本 这对美国的信用评级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封信发给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针对这一警告 佩洛西对媒体表示 国会有几种方法可以在资金用尽之前 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 希望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尽管提高债务限额可作为一项独立的法案 但是外界猜测 这可能会被并入国会在未来几周内 将通过的其他经济和预算法案当中 另外美联储在9月8日发布的贺皮书 揭示了8月份美国经济微幅向下 美联储预计会在9月21日到9月22日 召开政策会议 这份暗示经济下滑的贺皮书内容 将会成为官员们对衡量当前局势的背景资料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物价的上涨情形并非是美联储官员们 所称的是短期现象 近期通胀的压力仍然是有增物件 预计下周公布的物价报告 将会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一大变数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 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